想不到吧 好大聲啊 嗨 大家好 我是欣妮姐姐 今天要教大家怎麼樣做 在我們繼續之前呢 在這裡還是要提醒大家 我們每個星期五都會在這裡 為大家分析不同的歌手的唱法啦 還有最重要就是 教你怎麼樣把你的歌唱好 所以喜歡唱歌的朋友 趕快幫我們訂閱喔 我覺得很多人會把唱歌大聲 跟唱的好聽畫上等號 可是其實唱的大聲呢 就不代表你唱的好聽 因為在一首歌裡面 你唱的大小強弱 都是一種情感表達的方式 那身為一名歌手呢 你在唱歌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問你自己 你想表達的情感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一首歌的大小強弱 它應該是根據你想表達的情感 以及一首歌的高潮起伏 它的旋律 它的編曲而定的 如果一首歌你從頭到尾 都是一直在大聲的話 那可能你要糾正一下你的想法喔 好 那你明白這點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進入今天的正題 也就是如何大聲 首先最重要的一點呢 就是大家要記得 在大聲的時候 千萬不可以靠推擠喉嚨的動作來發聲 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來試試看用正常的聲量 非常舒服 非常自然的發出 嘿 你好嗎 嘿 你好嗎 當你在說嘿 你好嗎的時候 注意一下嘴型啦 然後口腔裡面的空間啦 甚至是你的氣息它到底是怎麼樣運作啦 怎麼樣發生 就最自然的狀態 不需要去想太多 嗨 你好嗎 嗨 你好嗎 好 那現在呢 我要大家試著大聲一點 可是當我說大聲一點的時候 我不是在叫大家推擠喉嚨 嗨 你好嗎 我們要想像的是 遠 距離 OK 所以要給它一個距離感 你可以想像著你的朋友在可能 對面的馬路叫你的朋友 你就可以 嗨 你好嗎 把你的視線呢 可能鎖定在前方45度上面 嗨 你好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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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當你想像有距離的時候 嘴型的動作變得比較大 比較明顯一點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點呢 就是口腔裡面的空間 當你在大聲一點的時候 口腔裡面的空間其實是比較大的 嗨 你好嗎 它可能是這樣子 嗨 你好嗎 它是比較多空間 讓你的聲音在裡面產生共鳴的 對 另外一點就是 當你在做這個練習的時候呢 千萬記得 千萬記得 不可以想太多 聲音不可以把它往前推 就是不可以 嗨 你好嗎 那你的聲音聽起來 它除了不自然 可能還會有點傷喉嚨 就把它想著遠距離45度 向上的感覺 你只要想像這 聲音是在身體裡面產生共鳴的 那如果你把聲音的共鳴呢 都維持在身體裡面 沒有把它往前推的話 嗨 你好嗎 嗨 你好嗎 其實聲音聽起來會更加的響亮 所以大家看到這裡 總結一下來說呢 就是你應該記住的東西就是 首先你的嘴型它會比較明顯比較大 然後口腔裡面空間也會比較大一點 然後第三呢 就是我們的眼睛盡量呢 就是可以看得遠 然後45度向上 就感覺上給自己一個距離 你的聲音有一個距離這樣子的感覺 那第三就是我們盡量不要把聲音往前推 它應該是共鳴呢 都鎖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暫時呢就是這四點 好 我們再繼續下去喔 那現在我們又回到說話的練習 我蠻喜歡用說話來糾正唱歌的 很多時候我都會教大家 以說話的方式來糾正你們的唱歌技巧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講話每個人都會講嘛 對不對 而且我們在講話的時候發聲 我們都不會去想太多 唱歌的時候反而就 欸 我應該這樣啦 我應該那樣啦 然後就造成肌肉緊繃 而且一切都不自然 所以大家可以用說話的方式來糾正喔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試試看小聲的 嗨 你好嗎 嗨 你好嗎 大聲的 嗨 你好嗎 嗨 你好嗎 有沒有發現到氣息呢 當我們在小聲的時候 感覺上比較慢一點 就是那個氣息它在往上衝的時候 小聲的時候行走的比較慢一點對不對 那相比之下呢 當我們大聲的時候 感覺上氣息好像它的運動比較快一點 所以呢 當我們在唱歌需要大聲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結合這些點 也就是剛才我說過的四點 你的嘴型啦 你口腔裡面的空間啦 然後當然就是我們的眼睛要往前看 然後盡量45度往上啦 以及不可以往前推 共鳴要鎖在身體 最後呢 第五點呢 就是氣息大聲的時候 你的氣息呢 都是衝上來這樣子的感覺 它的velocity感覺上會比較快一點 那這樣子呢 其實在唱歌裡面呢 就是我們唱大聲的方式 其實在唱歌裡面呢 音量上的控制 真的沒有你想像中的困難 只是需要糾正一下錯誤的觀念 因為很多人我覺得在唱歌的時候 都會想到大聲 就會想像這喉嚨可能推得更用力一點 可是其實實際上呢 不需要 真的是只是給它多一點空間 讓它可以產生共鳴啦 然後還有就是你的氣息 像我剛才說的 velocity會快一點 這樣子的東西呢 其實就已經足以 把你的聲音聽起來更加的放大了 如果覺得還是有困難的話 最好的練習方式呢 就是我們先輕唱 然後把整首歌呢 有困難的反覆的練習那一句 可能你一開始的時候小聲的唱 第二遍的時候呢 就大聲的唱 反覆小聲大聲小聲大聲 這樣子來回切換 我覺得也是非常不錯的練習方式 那當然呢 你也可以把這一句呢 先用說的 那你就先用講話的方式 先把歌詞唸一遍 小聲大聲小聲大聲 然後感受一下 當你小聲的說話 跟你大聲說話的時候 它兩者之間的不一樣 覺得練習的比較有信心一點之後呢 才用唱的方式來練習 這樣子有沒有比較好呢 記得留言讓我知道喔 好那希望看完這集之後呢 大家都可以成為大聲公 還有大聲婆 如果在練習上面呢 遇到什麼困難的話 還是有什麼地方我說的不清楚 大家也可以留言 讓我們知道好不好 好那到最後呢 還是需要大家幫我們留言 按讚訂閱分享出去 那我覺得這對我們小小頻道來說 真的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可以把這些很好的教材 跟更多人分享 當然還可以到IG或Facebook找我 我是欣音姐姐 非常非常樂意跟大家聊天 做個朋友 然後當然如果你有什麼 唱歌上遇到的困難啦 問題啦 又或者你想學什麼東西 其實都可以讓我知道喔 然後我盡量呢 一有空就去回覆大家好不好 好那我們每個星期五都會在這裡 那我們下個星期五九點見 不見不散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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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下去 哇 看下去 都看下去 有個星期五 字幕字幕上升 也會記得